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 既然紅心啊 厲害啦 這一集出乎我的想像啦 在台灣喝一杯珍珠奶茶 大概要花多少錢 50吧 店內喝的那種春水糖 100多吧 很貴了吧 我跟你講 今天我們來到新大酒保站 新宿附近 剛剛這邊只開兩個月而已 的一個飯店的一個咖啡廳 裡面賣的珍珠奶茶 一杯多少可以拆 來 日幣 日幣一萬塊啦 所以台幣是三千塊啦 我們就來試看看 看到底有沒有那個一萬塊的價值 這裡面擺設就非常的網美 就騙一些網美的這邊 消費 然後拍照打卡是不是 還有一個球池怎麼回事 這根本騙網美來打卡嗎 你剛剛結帳的時候點完有沒有手有點抖 一萬塊買珍奶 我想說這是一個手袋 沒有在開玩笑喔 還請他開了個收據 回去報帳 跟大老婆報帳 我們另外又點了一杯五百塊 那這邊其實一般的真的就是五百塊日幣 大概一百五台幣 五百塊可以一萬塊 我們來盲測看看 看喝不喝得出來 而且五百塊馬上就送來 也是蠻漂亮的 黃美的感覺 然後咧 一萬塊的還在做 做二十分鐘 也是蠻合理的 後來一個一萬塊三分鐘跟你端上 你就沒那個感覺 對 看到從茶葉開始慢慢摘 那個樹嘛 慢慢摘 烘焙 烤一下 把那個水給它去山上去 上菜 來了 兩杯都端上來了 小杯 這杯是五百的 這杯是一萬塊的 一萬塊比較小杯 它大概只有 一半 三百五CC吧 而且它跪在哪裡 哪裡 我上網搜尋一下 它用大紅袍的紅葉 那種中國以前 皇帝 貴族在喝的 武夷山那種烏龍茶 最珍貴的那種大紅袍 我看到它說 二十公克的茶葉要 七十九萬台幣 用它大概這樣吧 這樣一坨 牛奶跟珍珠 大概價值五百塊 那其他九萬五千多塊 都是茶葉在跪 所以等一下重點 我們要擺在 茶香 茶香 來喔我們要把它攪下去了喔 看看 手不要抖喔 你要拍出那個 一萬塊的價值喔 哇 這個珍珠沒幾顆啊 這顏色看起來就是 一般的珍奶啊 這哪一萬塊啊 這個顏色看起來就是不一樣的 這比較深 我覺得比較像 印度拉茶那種顏色 這個是淺的 就是一般奶茶的顏色 這是我什麼研究的 阿里三下自酒 來 去旁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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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便宜貨 我跟你講這便宜貨 就覺得五百元 來下一個 高下立派 怎麼樣 對不對 第一杯便宜貨 第二杯那個茶香才貴 你知道第一杯怎麼樣 沒有 死錢 哈哈哈哈 第一杯是一萬塊 哈哈哈哈 阿里三下自酒 來第一桶 第一桶 第一桶 第二杯 第一杯比較貴 第一杯比較貴對不對 高下立派 有沒有 對不對 第一杯 第一杯是成 成什麼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比較好喝 這比較好喝 他說很不信 來第一杯 第一杯喝看看 這是第一杯 第二杯 第二杯 這很好喝 第二杯 第二杯 第一杯比較好喝 第一杯比較好喝 你吃死啊 這杯超甜的啊 這很好喝 這很好喝 不要他們貴說 哪裡好喝 超甜啊 這很好喝啊 說實在 我們剛剛多喝了幾次 好像這個比較好喝 它有一個特殊的味 一個大紅 不是那種茶香 一個味道 一個香味 它自己的特殊一個香味 我們就很熟 沒有過大紅毫 珍珠人還要吃 第一個重點珍珠 可以啦 就是暖暖 日本人就喜歡吃這種暖花的口感 所以他們的珍珠偏暖 所以說啊 這個 想不要亂喝 不是貨的啊 就不要亂喝 沒喝過大紅毫 很鬆啦 等他來 好啊 這家店好像在 只營業到 二月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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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二月一號 可能就沒了 好不好 我們就剛好在這個 兩個月的期間 來拍到了 以花快的珍珠奶茶 すごい耶 我爸家 哇 再喝500的就好了 我也覺得 來 趕快喝 趕快喝 剩下這個台幣應該也有一千塊 好好喝 那幾口是台幣一千塊 你們兩個懂喝 真的懂喝 沒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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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兩個都沒菜出來 沒送 這杯是你的頭腦 它明明就比較香 真的很好嗎 它就是比較甜 對 我們是喜歡甜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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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